唱唱歌啦好不好 希望这个版权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是把歌弄掉了 无所谓 字幕志愿者 要吹醒我像是梦 它吹醒了我的像是梦 像是有什么用 我走出了匆匆色痕灵 又看到那夕阳红 哇 有气没力 这是张大哥清唱时间 没有水准的清唱 给我自己的肺 做一些窝帽 我现在晚上睡觉很担心 你看啦 有人在礼店 被隔离期间 报比 大家都知道曾江 我看他是有一点病了 因为他说 之前心脚痛 通知他的女婿 要送去 其实老实讲 看官们 如果我们这种年纪 晚上你觉得心 跳动 不正常 或者是痛啊 心痛 赶快打 995 什么都是骗人的 好不好 你跟他讲 心脏有问题 立刻来的 立刻来的 emergency 不过因为在礼店啊 有些人就想 哎呀不知道了 还有一点 出门一定要买了油保险 记住 这首是我很喜欢的 当年 我每天唱 不要笑话 这个是刘家昌的歌来的 烟雨斜阳 不用一唱 你收一阵言语 你来时何方 好想爱情 你去向何方 这人生也是一样 就好像烟雨斜阳 美丽段障 渺渺茫茫 离别时刻 带着多少气凉 这人生也是一样 就好像烟雨斜阳 美丽段障 渺渺茫茫 当离别时刻 带着多少气凉 那边故意不要唤气 那边刚才有三次不唤气 就当成是一个训练 谢谢你受Cicilia 还鼓掌 我都不好意思 这些歌 我给你讲 这些歌都是名歌 或者流行歌曲 我在我的工作单位 从前有一个合唱小组 两年前我们唱一些圣灵歌 平时我也带他们唱一些名歌 流入演出 我是他们的指导 我没有资格做指挥 指导 然后请个小姐 一个姐妹来帮忙弹甘情 那时候辉煌的时候 师班员有大概二十个人 你在想我张大哥在那边指挥 哎呦 半门弄 现在啊 连唱都不行了 两年啊 你看我现在 真的认识我的人 现在听到我唱歌都傻掉了 声音还是很美 气不够 所以 可以啦 还有六分钟嘛 还有几千钟 还有 还有五分钟 唱多一首 这首不要了 橄榄树 不行了 这橄榄树很难 这首比较轻松 我觉得这首 我没有理由不会唱 也送给你们了 好不好 问题是 有没有歌子 有没有少一张先 哎呦 希望我会唱 试试看啊 轻唱啊 玩玩的啊 没有轻放版权啊 轻放版权把歌散掉 有一份爱的礼物 我要把它送给你 那是我的一颗心 爱你情深永不易 有一份爱的礼物 我要把它献给你 那是我的情和意 海骨斯兰 永不齐 创造一个爱的奇迹 留下一个爱的回忆 希望你把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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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你的心坛里 有一份爱的礼物 我要把它送给你 这是代表我的爱 然后在哪里 你要对他多珍惜 糟糕了 歌节奏又不好 这首我一定唱的好了 最后一首 然后我们就开讲 这首大家也在影片里面常常听我唱 这首啊外国人在中国体育场演唱会 一定那种洋人一定唱这首歌 而且都是那些高音很厉害 唱大概也要用一点看家本质 刚才前面的歌都不算 当成是我warm up 这两年 原来自己的气已经不够了 要锻炼了 不然等一下我锻炼了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械芬芳美丽满滋涯 有香有白人人夸 让我来将你宰相 送给别人家 茉莉花 茉莉花 唱高一点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芬芳美丽满枝叶 有香有白人人夸 让我来将你宰相 送给别人家 茉莉花 茉莉花 四个字形容自己 四个字形容自己 慘不忍睹 不过也不要紧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两年没有好好的唱歌 现在很多人去卡拉OK 替那个丢人卡拉OK 跟所有的卡拉OK的业主高兴 我觉得从我的弟子 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唱歌 没有地方去 两年自己也不争气 没有自己在家卡拉OK 如果这两年你有继续唱歌 你就不会像张大哥一样 那也告诉我们的当局唱歌很重要 唱歌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每个整天戴着口罩 我们的废活量真的不够 你看张大哥就是一个受害者 我没有说给当局害 给这个疫情害 给病毒害 给奥米克隆害 给疗卡病毒害 给冠病 起初的病毒害 怎么都怪人 怪我自己 不争气 没有面 我最近其实已经发现 我唱歌没有这样水皮的 我唱艺术歌其实OK的 真的我没有办法想到是这样 很多歌词也忘了 你看 我现在背一首歌都没有办法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们坐在高高的土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几个人 鸣涌 还有什么我很喜欢呢 云河飘来 海风雨儿杀在 雨往上 咦什么啊 杀在是雨 不要不要 丢脸丢脸丢脸 很多歌都忘记了 惨了你看 当然啦 圣歌比较厉害啦 但是我不唱啦 这个不是一个唱声歌 是要一个仪式 一个场合 一个崇拜会 我现在跟你们在一起 我就唱一般的歌曲 最近一直看这些综艺节目 那个芒果 每个月我给两块钱汇费 我也给汇费 两块钱新币 不错啦 第一时间看到他们的节目 大湾仔那一阵子 现在有那些香港的声声不息 就是介绍香港过去的音乐 然后请很多大咖来唱 叶倩文 林子祥 Coco李文 Coco李文我很喜欢 他唱歌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还有一个周笔唱 也是现在比较年轻的 超女 奇怪啊 张大哥你都懂这些的 真的我很八卦的 我很喜欢看那种歌唱比赛的 所以我这个人 开直播可以了 你一直想 什么都看 最近一直迷上看那些 玩game的电影 他们放了影片 YouTube 打game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Romanity 登陆 B Day 前面故事讲得很好 来到战场打 就是一样的 就是一直换枪换枪 然后把那些德军射死 哎呀 这些游戏都是一样的 好了今天先跟大家报报题目好不好 今晚有什么新闻就报什么 今天我最厉害 这个灵感来自哪里 我不希望 我希望不是那个人 那个人已经被捉了 苹果的 创办者 李 李 李志英 他就是有一个节目嘛 那时候 他苹果日报嘛 他节目里面叫芒果 就是调侃来了 说要报什么 没有东西报 乱乱报了 什么新闻 今天有什么新闻可以报 没有东西报 乱乱报 让那个是灵感取之那里 但是我没有乱乱报啊 我都根据我们的主流媒体 或者是次主流媒体 他们的新闻报导 然后我提出自己的看法 今天是防疫措施 大概只剩室内戴口罩OK吗 不只啦 还有一些规定啦 如果你没有接种完整的疫苗 时间到 你不能够 还是不能够躺死 我一个学生现在就是这样 但是他可以去 去教会 除非那个教会 聚会的时候超过五百人 任何一个地方啦 你去超过五百人就 就好像一定要打 打针咯 像我们那种已经打完三支针 去哪里都可以 对 然后出国都没问题了 我今天从 从工作地点回到乌兰 也是看到双双对对 拿到 警理箱 好像每个人都拿立法 今天拜 今天拜四 明天拿一天哦 拜四黄昏的时候已经放工了 哦 清清我我 恩恩的爱爱就会 过 过长题 今天回是最好 今晚回是最好 明天拿多一点 然后拜六礼拜 哪里是拜五拿吗 拜四晚上就回咯 拜五 拜六礼拜 拜一拜二 拜三 哇 多么好 因为拜一 五礼拜 然后拜二又 什么马来人的开灾节是吗 是哦 是要开灾节 应该是没有错吧 所以很多假期 张大哥也是拜一拜二 没上班 但是拜三拜四拜五 我要去CAM 所以我说不能够直播 看啦 看晚上 看晚上我的同房的是谁 可以的 我就直播 不可以就不要直播 跟大家谈 今天先跟大家打招呼 7点36分 7会 张大哥 晚上好 最近许弟兄没有回我 不懂什么事 他最近都没有上 我 我like他 他没有回我 张大姐叫我打给他 我就觉得说 不要打扰人家啦 可能他有事情在忙 我再多一阵子 好不好 许弟兄 那个MHSU 最近都没有上来 然后 你好 7点47分 谢谢你 张大姐不在 不顺 今天晚上 过夜 明天回来 就一直跟张大哥 就一直在家 一直到星期三才回去 然后 五十人晚上好 7会 张大哥好的 什么叫张大哥好的 什么意思 好的什么 唱歌唱得好 我跟你讲 我唱的歌唱比赛啦 新加坡啦 然后亚军啦 我跟你讲 清唱我 我身边 刚才有些走掉 那个走 我真的不会走掉的 是说 那时候我的 节奏感很差 他那歌唱比赛要很辛苦 很念 然后要命 但是如果我念得好 都是热门的 我去唱歌唱比赛 每次都是热门的啦 但是也是每次给人家刷掉的 后来 哎呀不想参加 因为歌唱比赛总是有一大堆 哎呀我不要讲了 这些东西 也是我自己 不成才啦 唱得不好 So Cecilia 刚才你鼓掌 谢谢你 当今睡晚上好 Iron Go晚上好 当Hoppo晚上好 明明又何晚上好 Patrick Sim Hi Good Inning to you and everyone Good evening to you and everyone Good evening Patrick Sim 会员 最近会员 没有少啦 少一个 我还是会上来 其他人都留在那边 会费到给 但是没有出现的 不久前 前两 上一 就是 昨天没有直播 前天 那个翁翁出现嘛 翁翁你在吗 在的话打个招呼 不过我们要给他们 至少不要运行规定 不是说他参加会员 他就一定要评论 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会员你评论 大家可以看得到你 这会员 也是不错啦 让人家知道 唱大哥的这个直播世界 最少有几位是会员 不容易啊 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要成为会员 真的不容易 台湾很厉害 哎哟 我讲好话 Patrick Sim 就奉献给我 多捏我 谢谢你 Patrick Sim 除了他就是 李金啦 很喜欢多捏 就是一种鼓励啦 没有什么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你这样给一点钱 我都不懂要讲什么 不好意思 一点吓到 突然出现 五块钱 谢谢你 好好好 我讲到哪里啊 每次一见钱就眼开嘛 没有啦 这只是一个 就是大家可以帮助 唱大哥直播世界的运作 你成为会员 你donate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看广告 广告很多 我告诉你 其实我现在每个影片 大概有千多人 广告费 不会输给重金 因为现在总人数很多嘛 所以看的人多啦 看的人多 虽然是千多 有时是不止千多 不懂怎么算的啦 然后如果每个人愿意 把我的广告看完哈 哇 我真的是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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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小小转转 血血 探 当然比不上那些外面那些直播客啦 那些 卖鱼啦 卖包包啦 然后骂山之惊啊 收入都比我好千倍万倍啊 不过不是这样啊 张大哥真的是自在玩票 然后兴趣 然后 有一个目标要求大家 认识到政治也可幽默 会得罪人 得罪那些小气的人 如果你是大气的人 你就觉得张大哥不错啊 看那些政治课题 所以有时我有我的中间那种 有特别的立场 对不对 我自己认为自己是看门道啦 人家可能不屑啦 骂到我要死 无所谓的 我跟你讲 这个世界哈 我跟你们讲 没有一个人没有被人家骂的啦 除了死人呢 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生活圈子 你的朋友 你的 不要说你朋友啦 你自己的亲人 亲戚朋友 都有人看你不怪骂的人 表面跟你笑笑 在暗地里就是把你骂到一文不值 前面跟你打招呼 鞠躬 后面捅你一刀的 人生过程都是这样的 每一天你躲到外面 你看到每个人在干嘛 都在讲别人不好嘛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 这些认识人讲 你用一只手指指做对方的时候 不要忘记 你还有这三根手指是指挥自己 你看 是不是 指挥自己 所以啊 不懂啊 我很相信一样的事情 你不要说我信 我是 人家说信耶稣的人 没有理由这样搬搬 我没有搬搬啊 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是谈到 报应耶 我很相信报应的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相信报应 我最近慢慢想哦 很多事情真的是报应 当然我们说报应的时候啊 也不要心灾乐祸啦 因为如果有人犯错 得罪你 然后过后你看到他的 一个不好的下场 你绝对不可以心灾乐祸 或者是哎呀 你看啊 报应我报应 我倒没有这样 但是会吓到 会吓到 会吓到 这样 哦 那个 我那个 手指摇一下 那个镜头 会吓到 那就 怕了 自己怕了 不好啦 我不喜欢嘛 我为什么要 如果他对我不好 然后他受惩罚 我看了 我不会说 哎呀呀呀呀 太心死了 仇人 我不会的 我不会 我真的看到很多了 那我也从这个 道理里面 告诉 警戒自己 哎 人家对不起你 你看到啊 好像有报应 那你有没有曾经对不起人 哇 想一想 有啊 你还不赶快认错 等一下你也会被 报应 没有事啊 是不是 话都是这样 人家骂你 你也骂了 人家 人家 呃 就是 啊 好像 上一个影片 那我 我 我也是一时 不爽 讲了一些话 后来 那个网友 不过他叫我不要提了 所以我也不提了 我就跟他道歉 我跟他道歉 我们也是会错了 但是我后来我知道 他遇到的事情 跟张大迪遇到的事情 等下 或许要提了 因为今天题目里面有一个是 这个没有 我有看到一个节目 一个一个新闻 如果有提我会提了 好 好吧 我们今天就开始 问大家了 大概只剩下室内戴口罩 OK吗 你们可以不可以 啊 现在你们觉得OK的 嘉义好不好 很久没有要求大家 嘉义 目前这样 你们可以嘉义吗 哎 晚上好 你们觉得目前这样开放 只剩下戴口罩 你们觉得喜欢吗 适应吗 像克里斯坦说嘉义 自己的感觉自己的 你觉得OK吗 你觉得还是有点 觉得哎呀 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要这样 哇 远一点比较好 嘉义还是还是不嘉义 好就嘉义啦 不好你就简易好不好 这样比较好 你觉得OK就嘉义 你觉得不OK 你简易好不好 让大家知道你们到底觉得怎样 我这个就不问卷了 嘉义 哇 这个新来的网友 GAY嘉义 新的网友 谢谢 鼓掌鼓力 欢迎你进来 好不好 Patrick 啊 Please 啊 啊 comment Please comment 但我不嘉义 可见 so far so good 但我不嘉义 如果你觉得不好 你就简易了 你们晚上好 我再问一个问题哦 你最近这样改变哦 只剩下 大概只剩下戴口罩什么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你觉得好吗 这样的环境 你们都觉得好哦 嘉义 做生意的大张旗鼓这样 高盆满座 想成立 不会门口罗雀 也不必整天外卖 有些食物不给外卖的 好像里金的下面卖 卖卖很难啊 不容易啊 好 当场吃 很多的 其实一百 哎呀 所有的食物都是当场吃的 比较好 对不对 外卖总是差 扣几分啊 对少 差一点啊 真的 有些差很多 所以啦 你看啦 这些生意恢复 大家都开心了 嘉义还有吗 还有人嘉义吗 网友新来的 可以comment哦 只是写一个嘉义 或者你认为破好你就简易 好 我跟你讲啊 我还是回到我自己的 遭遇啦 我不嘉义 那我也不简易啦 好不好 我就是零嘛 不懂 我是嘉义跟简易之间 因为我们没有确诊 因为我们没有确诊到嘛 我都讲了 那个 现在是那种阴影在心里 到底 有 哇 看来每个都有美丽力 让我自己没有 有点自卑耶 真的是很好笑 我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 我跟你讲 很多人都这样 我家里的人每个都这样 心佛 我家里的孩子们 我的 张大姐 有啊 有一种心态 所以看到很多人 我们会怕的 因为我们没有确诊嘛 我们没有 我们 我们怕确诊 每个都确诊 我们没确诊 我们觉得很自卑 这种心理 我跟你讲 只有你是我这种情形 你就会这样的 你不会很压压的 你看我没有确诊 你们这些确诊 你们 我黑啊 你们衰啊 不会的 真的 如果嘴巴这样讲 真的是故意 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 其实有恐惧 会怕 而且看到你们每个好像 每个牙牙这样 我就很可怜 我为什么没有确诊 传给我呢 传给我 有没有人家 没有人家 对不对 所以啦 很矛盾 对不对 真的啦 不懂啦 我跟你讲 第一次 整个家庭 一个都没有人中 你们一定骂我了 这么好 你还在那边闲 我真的不是闲 怕 每天还是 还是报 我叫他报到 4月30号 5月1号开始 就不报了 我给他休息 他也说好 他昨天报 我忘了 跟他说谢谢 昨天多少 就是昨天 今天 今天可能都来了 他可能都来了 我看看他来了吗 最近都很快的 昨天是2646 一个人死亡 前晚是3688 两个人死亡 在前晚2058 六个人死亡 所以还是有人死亡 但是 普通医学日症更可怕 6000 大家要小心 所以 真的 一波未平 一波起 而且那一波是旧的 从前 每年都会来 但是今年 前几天 已经告诉说 已经像是去年的 总和了了 克里斯坦说 最好不要确诊 因为有后遗症 是 所以你不明白 你还是没有抓到 我要讲的话 就是因为有确诊 就是因为 怎么讲 我没有确诊 我知道确诊 有后遗症 很奇怪的 这种心 但是 没有确诊 又担心 我不会讲 总之 就是因为 我现在没有免疫 你明白吗 就担心 只可以这样讲 我不会因为 没有确诊 我不会因为 没有后遗症 我就 因为你说后遗症 接种疫苗 也有后遗症 我的学生 真的接种第二次 他心 整个停下来 所以他现在 他也跟我讲 没有必要去打第三次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形 但是他已经过了 两针过了 那个时间 限了 一定要 不打的话 你就不能够 不能够堂食 很多地方不能够去 比较麻烦 好像只有吃不能才 去场所还是可以 所以还好 所以大家 一大部分 全部都嘉义 谢谢你们 也没有人说简易 所以可见 等我等下一句 可见看这样的一个 民意 人民行动党 算是成功 政府 疫情做得好 大家开心 嘉义 王勋才 总理文文 如果打选战 有机会 要不要打 要不要赶快打选战 还要等下一步再来吗 因为你不懂 另外一个流行病 是怎么会来 其实你慢慢发现 越来越多这种流行病 大流行病 会不会是因为 我们的地球已经 破洞了 所以西西列说 也是不要中 因为怕有后遗症 是啊 这个是照道理 但是每个人 中了之后 有免疫力 又让我们有一种羡慕 我的意思是这样 我不懂你们两个 有没有中 如果你们都是 你们不怕吗 如果你们没有中 西西列跟 说西西列跟 克里斯坦 克里斯坦 你们两个有确诊吗 如果你们是不是跟 张大革一样 你们不怕 那你们厉害了 我真的没有用 我是 加西加苏 加丢的事 好了好了 我们就看下一个了 有些东西 我是想 死不犯 判死刑有真理 每一次 当有这些死刑 这些人 上吊 因为犯毒 总是有争议 特别是外国人 不只是死刑 从前 那个 有一个 我忘了什么 非 都是被打鞭 每一次 如果那些外国 马来西亚 澳洲 他们的公民 死刑 他们就会 甚至抗议 说新加坡 为什么这么严格 但是新加坡对死刑 特别是犯毒 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的国家 你看 没有武器 不像美国 整天有枪击事件 我们的国家 毒品 我都不敢讲说 受到控制 最近一直 在开始 要严加处理 所以啊 我觉得 宿毒局的那些精英 一定要 真的要很好 而且他们做这些工作 他们也要面对 很多的挑战 也面对 诱惑 也面对 很多啦 总是要很优秀 做这些宿毒人员 不简单的 我告诉你 他们是 会冒着生命的危险 因为那些 被抓的毒犯啊 或者是 吸毒的人 有些吸毒的人 他很怕被抓 被抓 关在牢里面 就没有毒息 没有毒息 那种痛苦 他们受不了 犯毒的人更可怕 更怕 不是更可怕 更怕 为什么呢 死刑 所以如果你去逮捕他们 他们拼死拼 就是跟你 跟你周旋到底 会 会对你不利 所以你说 宿毒人员会面对这些 面对他们会 大力的反抗 逃脱 暴力来 使到你 抓不到他 这些都是 很难的工作 那新加坡真的 毒品 我们真的是不妥协 吓死我 突然 有一个 有一个 告诉我 一件事情 我杀掉 不过 新加坡对 毒犯啊 是很严厉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毒犯 你不是贩毒 你是跑腿 他们就 不会 他们会 网开一面 怎么去看我 这个是法官去 总检察长 那些 查案人员 证据 各方面 最后判他是 毒犯 就死刑 如果是跑腿 或者是戏毒的 当然 就监禁了 死刑的机会 比较 没有这么厉害 那这个 有争议的 这个 大马纪的 印度 印度同胞 纳加德兰 被判死刑 但是马来西亚报纸 媒体 或者马来西亚的 谣言 说他是一个 弱智的男 男不方 所以报纸写说 哇 很心痛 因为下个星期三 自行 已经自行了 是吗 20号 20号的新闻 今天几号啊 今天28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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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掉了 所以新加坡政府 因为要 绞死一名 智障人士 将永远在国际上面对 耻辱 报章这样写 其实很过分 我们的司法判决 不由你来 做那种 污蔑 其实 下面的网友评论 大部分都讲 你自己咎由自取 你不要跟我讲 你完全不懂 当然 这个就是 如果他是弱智 真的弱智 可能就逃过一死了 他说这个案子 从一开始就是错了 就连审判中的 政府精神 医生也承认 他患有精神病 他说他的弱智 智力只有69 正常人的智力水平 是85到15 他在2011年 因为非法运毒 42.72克海洛因 罪名 成立被判死刑 2011年 2022年 一直上诉上诉 他说 他申请上诉程序 进入最后阶段 寻求新加坡总统 声明的申请 20206月1日 被拨回 所以 这是马来西亚的报纸 写着啦 新加坡呢 新加坡的速读局说 坊间流传错误信息 我记 毒贩 没有自立 障碍 他说中央速读局说 坊间流传很多 关于我国政法的 新加坡纪毒贩 纳加德兰的错误信息 尤其是关于他的精神状态 不过 我国法院审理后确认 他没有自立障碍 而且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 读读局回复媒体询问说 他在我国上诉情 拨回他和母亲提出的 刑事动议 昨天已经被证法 当局也提到 美国去年10月 有两人被处决 他们的智商 64到72 以及63到95之间 跟他相似 当地 法院也拨回 两个有自立障碍的诺书 根据马国的报导 他的智力水平是69 第一 一般人的85而15 我国总检察署指出 他 纳加德兰 星期一提出 刑事动议前后 其间 多名海内外人士 和团体重复 他的母亲在宣誓中 所做的虚假指控 企图污蔑我国大法官 没答顺 意思说 他们的抗议本身的那些 话 是很 很污蔑性的 很激烈的 当然这些是大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人 如果是新加坡人 可能他的家里的人 还要面对 还要面对 法律的制裁 不 在警察里 坊间的人说 儿子都死了 难道你还要对付他妈妈吗 当然是没有 我相信 但是 我们的法官 对司法的那个执着 大家千万不要去挑战 判就判了 你的资历水平 你是69 那我们认为69 是OK就OK 除非你39 29 19 他说 总检察署表示 严正看待任何注意 藐视法庭罪的行为 并且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行为 委复我国的司法 所以张大哥也在这里声明 我不是站在这个 被 处死刑的 囚犯 完全不是 我觉得 这个东西 好像我们的网友在 那些网友在 评论说 你早知丁日 何必当处 除非你完全智障到 你不懂贩毒是死刑 特别是其他国家人来新加坡 贩毒 不要开玩笑 don't mind don't play play no mind mind 两个 五毛钱还是两毛钱的海洛因的重量 就可以判你 判你很重很重 甚至死刑不可能 如果你是贩卖 其实那种阶线很难拿捏 所以他们 在审理过程花很多时间 什么叫贩卖 什么叫 是孕毒贩卖呢 还是 自己 抽细 自己吸毒 顺便卖 所以 哎呀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 只是我知道 毒品真的 我们要严格 我个人 觉得要严格 为什么 我就是 又是 又是有 我就是在 监察里面 讲道理的时候 都是 吸毒的人 都没有毒贩 有毒贩 就已经 掉死刑了 这些死刑 死囚 他们也没有 随随便便 你看这个十多年了 我不懂他也没有机会 跟别人在一起 其实蛮痛苦的 多多十多年死 除了刚才那个打错了 2011年 现在2022年 所以我告诉你 新加坡严格是对 那 别的人来这边 会三思而后行 这个世界 有些东西已经妥协了 很多国家对 毒品已经开始妥协了 好像加拿大 好像美国 他们 大麻 可以的 因为认为可以制药 作为 药物 麻烹 允许 他们的 允许的那些量 是比我们可怕 大麻可以合法的 抽息 还有呢 就是那个 电子烟 在美国很流行的 什么味道都有 电子烟 张大哥没有抽烟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新闻 上市的股票也有电子烟的 卖电子烟的 大麻好像都有上市公司 合法的 所以我不懂合法是在哪里种 在美国种 非法的就是金三角 阿富汗 所以我告诉你 毒品这种东西 你一沾了 你很难 很难放下 我一直看到这些问题 我这样讲也不对 比如你说 抽烟 抽一根 两根无所谓 其实我不赞成 但是如果你拿抽烟跟毒品 相比的话 抽烟还一两根 一包 一天 很多人都是这样 毒品是一口都不可以 一口都不可以沾到你 一沾到你就是 你就被钓了 好像一只鱼被钓了 钓已经挖了 钓到你的腮了 真的 毒瘾是很可怕的 张大哥没有吸过毒 但是很认识这些吸毒的人 这些人 这些弟兄 通常都是弟兄 姐妹我 我好像没有认识过 一两个 弟兄很多 听他们讲 他们讲讲讲 他们又会想吸毒 会想的 你知道吗 所以 不要以为他们已经戒毒了 不容易 戒毒戒毒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毒跟毒 所以最好是不要上瘾 就是这样 最好是不要确诊 也是一样的道理 后遗症 哦 吸毒成瘾的人 后遗症 不会输给 肯定比 那种 把这个冠病病毒都一定是 有过之而无不济的 很严重 伤害自己的身体 其实他们身体很多都坏了 真的 毒品啊 俯视 内部的器官是很严重的 但是有些哦 新加坡啊 我发现抽烟也是 开始越抽越上瘾的人 也是很麻烦 还有啊 他们喝Red Bull 哎 不可以讲了 不要讲 好好好 Red Bull好 那些提神的饮料要很小心 你看到成分啊 真的 镇定剂 什么剂 喝多都是不行的 其实我相信他们都有嫌疑 你如果喝了超量的话 你必须要请教医生 或者你 你喝了感觉到 有点不舒服的话 你要去就医的 很多东西啊 提神提神 不可以的 我看很多人去喝这个 我被他告 好好好 他很好 提神提神 提神 很好 红油 还有那个F1的 这个这样讲啊 怕人家被告我嘛 不过不要多喝啦 什么都不要多喝啦 这样讲没有错啦 汽水也不要多喝 咖啡也不要多喝 酒也不要多喝 什么东西 多喝都不好 咖啡能养 吃东西 这就只有了